初秋已至 雪影青山的第二期 我们决定穿过岁月斑驳的石桥 使过日渐成熟的麦田 向着中国最美乡村 雾园出发 雾园不愧于中国最美乡村之称 沿途的各种风土 总让你想驻足停留 但最吸引我的 还是它的生物多样性 这里气候温和 雨量充沛 也注定了是一处鸟类天堂 没想到最先遇到的 是这里的明星鸟种 白腿小笋 它们虽是猛禽 但外形憨态可居 摇头晃脑 颇为有趣 有时一只 有时三五成群 幸运的尊咬人 或许还可以看到更多 路远古是属于灰灸府 所以这里至今还保留着 码头墙 小青瓦的灰派建筑 找到白腿小笋的茶馆村头 便有这样一栋 满是岁月痕迹的老柴 而在它的不远处 还落着一座 被青苔绿植 沾满的记者墙 溪水穿过桥洞 缓缓流向涌放 一定要注意 这里两旁的青石水岸 那里说不定会见到 宏伟水渠的身影 雾园毕竟是一座 被西水环绕的县城 水鸟更是不胜枚举 我们去的稍早了一些 再过一段时间 迁徙记即将到来 这里也将有不少的东候鸟出现 但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见到了白鹿 仓鹿 飞翅长脚域 剑痕等不少小家伙 甚至还有猛情 一只大鳄在水泽上空盘旋 稍不留神 它已经抓到了一顿美餐 此行拍鸟的收获并不算大 毕竟天气还是比较闷热 虽然这次来的时间还是早了些 东候鸟还未到来 好在至少没有空手而归 虽然有些遗憾 但物源的山间精灵们 岂能一次便看够 还是如常的行色匆匆 于是我们又再次踏上了归途 只能说句期待下次 会有更多的收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